主持人物 杜原本 红柿 杜原本 上面是用平的 跟他完全不一样 好像用这样来 要来矩正他 外面这一排好像什么 公家的单位 就是旗子 右边有个巷子 这个城墙原生到这边 这副车很特别 来到这个街口就有很多摊位了 都是卖纪念品的 这里照到教堂的全貌 但是这是画的后面 阿奔光厄是从那边进去的 我们现在是从教堂的这个侧面这里到到达 也就是斜塔这里直接来 看上面好像有人在走动 这个城墙一直延伸到这边来 刚才从这边过来 刚才从那边过来 这里就很多游客了 这是比萨协塔的下面这里 刚才从那里走过来 这个雪塔是由 Monano Pisano是设计的 但是它建好以后 地基每年就会下线一厘米 歪一厘米 这个塔歪一厘米几百年下来 已经外来四公尺多了 非常可怕 现在在想办法施工 让它不会再继续学 从1990年就禁止人上去观赏 1998年以后再开始做这种补救的工作 好像效果并不是很好 现在看上面好像是用平平的方式来做平衡的样子 刚才我们照片所照的上面是平的 可是整个塔是斜的 这个祖教堂是伯马式的 它是从1064年就开始这个兴建 入口的这个棉 是因为有一次大火 所以在1596年 有重新把木头的部分把它盖 那是在内部 里面号称有68个柱 现在坐在这个雪塔旁边的草地上 看看资料 除了这两个建筑以外 还有一个叫Buff Street 这个施西塔 施西塔 也是很古老 是153年由DOT Safi Safi 设计 圆顶的是另外 不是这个教堂的部分 圆顶的是另外不是这个教堂的部分 我来照这个教堂侧面这个圆塔西部 那是准备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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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打算进去了 这个地方是城门 長行的这个呢,是 長谷頭的地方 看的那个圆顶原来就是长谷塔的 頭的地方 長谷塔的旁边附近 这个圆顶 应该长谷塔就是这样 這裏可以把长谷塔 施洗塔 跟教堂的前部拍到 那这裏就是鞋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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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从那边角落走过来 我刚刚从那边角落走过来 好像 这个塔可以进去 可是会用很高 可是又要排时间很长 我从这裏可以拍到 施洗塔 祖教堂 以及 邪塔 還有 我刚刚刚马车 教堂基本是 罗马式的 但是配合了这个 施洗塔的部分 跟这个 施洗塔的部分 看起来真正 恰到好处 配合得很好 好 现在 那边有鞋塔 上面很显然的 加盖了一个平 比较水平的建筑物 现在 为了赚钱 好像 可以进去的 好像棉票 还蛮贵的 要12块 歐雅 这个围墙 下面 全部 是纪念名店 这里非常斜 感觉上 这刚刚从那边走过来 影后 没有许中心 很多人 很多人比着 要推 鞋塔的 要把鞋塔充足的 那种姿势来拍 这里有一个博物馆 原来这一道墙的 最中间 就是博物馆 是绝着 没想到 有些东西 没有还要 它是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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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析塔的颜色应该是这样 左边这个 它一般大概在整袖当中 这里可以拍到 组教堂的全部跟鞋塔 這裏是城門的部份 施洗塔 教塔,斜塔 這裏是城門 到時候,賣技能品 公望汽車在那邊等 角落那邊 公車在這個路口 很多人排隊在那邊 走出來城門,這樣看 外面是這樣 在這裏是城門的 剛才上了車 大家都沒有票 要買 司機已經沒有票了 就讓我們都上車 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向 他應該會找完找回去吧 他應該會找完找回去吧 以被人的城牆 只要過河 是不是另外一個橋 跟剛才來的橋不一樣 跟剛才來的橋不一樣 好,找彎 旁邊有直接夠強 終於來到這個廣場 我們剛剛走過來 從這裡過去 走過來這邊 車子又走過來 走過來 這裡轉進來 到這段前面 到什麼 好,走過來 我到這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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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